嗨 你們有人可以受訪嗎 沒有 哈囉大家好 我是龍龍 今天第一次大學生來到政治大學 要來問問大家 你都怎麼作弊的呢 還是你朋友都怎麼作弊的呢 那我們來去看看嗎 分工合作 這個太明目張膽了吧 A的話可能隨便亂撇 然後B的話E 那我想問說 女人生有沒有作弊過 沒有 說實話 有 你有什麼方式作弊過 就小潮 國小考堂師吧 國小考堂師 你國小的時候都沒有在作弊過了嗎 印象最深刻 因為我老師會不會看到 我不知道 就我們國中的時候老師很喜歡 就每天英文課都會發很多考卷 然後我們就會分幾個人 然後分小組 然後每個小組寫一部分 然後最後就把答案互傳 然後大家就這樣大家就都可以寫完 所以明依算片是考試在集體室的分組作業 就分工合作 有比較高端是看別人動筆的方向 其實可能握筆是這樣握對不對 然後A的話可能隨便亂撇 然後B的話1 2 3 然後C的話一下 然後豬的話這樣兩下 你是因為這樣考上真大嗎 偷看別人 偷看別人的 就是他好低級喔 對 就直接拿手機起來 然後拍著然後傳載到全組 等一下 這個太明目張膽了吧 什麼時候 從國中吧 他說從國中開始 所以是Until Now 朋友啦 朋友不是我啦 用簡單計算機算不出來的微積分題目 我用計算機算 然後也果然算不出來 然後就作弊 重點是你作弊 可是還是考很爛是不是 沒有 那張就領分了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Watch的相關平台 Facebook以及YouTube都有喔 下面可以留言更多你想知道的問題 下一集DDS大學生 我們再見囉 下次想要去哪一間大學咧 等你留言吧